126 信報《財經新聞》Uber被控叫停爭議服務 2015年7月4日 E.J. Global金融A. 16月在法國遭遇的士司機示威及高層被起訴後 週五宣布取消因併用無牌司機而備受爭議的服務 試圖緩和與法國政府的緊張關係 法國的Uber Proof 服務因起用無牌司機 引發的士司機不滿損害生計 上月大舉上街抗議 與和其西歐主管國以科大Pierre Dmitry Gocarty及法國主管 Song Fathier Thibaut Sympho 已因Uber Proof被起訴 Uber Proof在法國時間週五晚8時起暫停 Song Fathier認為此舉是要保障Uber司機的安全 亦希望與當局加強溝通 法國國家的士聯會主席奧格雷爾 Didier Hargrove表示 樂意討論如何推動下法豪華轎車服務 但不歡迎非法打車軟件增生意 法國法院九月將裁定Uber Proof能否合法經營 E.J.Global金融Uber備控 更叫停增以服務